他真的不是刀米,他是歌米 他喜欢某个狼,他喜欢某个狼,他喜欢你歌 他来的这种,可是他最后在这个过程中 他忘了了自己是为什么来的 说那刀歌,反正我是你的歌米,忘了怎么怎么样 如何如何,是,那是歌米 对,所以现在,他如果说有些人说是喜欢你刀老 你这个人不做话怎么怎么 其实你唱什么歌都无所谓,你知道吗 对不对,我们就光在这聊天,说两句话 大家也觉得挺好,但有些人他说你歌米,他喜欢你这个歌 他其实是喜欢那个歌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说,你不再产这样的歌了 你做这一道菜了,他就爱这个 你再不做这道菜了,你知道吗 他可能不愿意,或者怎么样 这种时候你就没办法去将就 然后你说要不要再写一些那样的,你这样的作品来讲 你可以写啊,但是时间那么,就是经历那么有限,时间那么宝贵 你不再去提升自己,或者再去写些自己想写的那种东西 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 所以以前可能五岁之前我会说,我可能对不起当迷的话怎么样 然后五岁之后我可能会想,我觉得说,先对不起你自己吧 对不对,你再说对不起别人的事 你连自己都对不起,你还怎么去对不起别人 对不对,所以我想到我尽量在以我的能力的情况下 我去写一些我觉得会更好的作品 所以大家那时候也许时间再久一点,他就可能会慢慢会觉得说 诶,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可以啊 其实我们以前很多作品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三年五年之后 包括叫西海的那些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争得一大糊涂,这个歌怎么怎么不行了 还有包括什么艾斯尼沃都是这样的 那时候不是在抖牙火一段吗?一到毕业就放这个西海的歌 最后,你看过了多少年之后 包括艾斯尼沃也是 对对对对 那是不是令你玩海啸显的呢? 在令你海啸显的 令你海啸显的 所以就得稍微有点时间 不要稍息,稍微有点时间等一等 再忍一忍看看 或者有一天,大家有了一个经历之后 突然那个歌把你打动到了 或者怎么样 对不对 有时间不消极 对不对 只有时间来停电 需要点人吸血 你看,人家这个流量这么高 如何如何,人家怎么怎么弄的 自然而然变得很 很去一会儿,会去银河 对对对 这个就会很耽误人家做事的那个情色 对 但如果,我是这么想到 就是说真的要做 如果实在是不行 或者有一天 我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平台 这儿挖紧的来点那种 就是说,你唱的 或者是什么 咱们也不要在那儿光是 就是说,我看他说 听说是什么 老邪,赶紧的 赶紧的 说是 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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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开始 可能我也不会去走 我们真的假的 我觉得 反正糟糕去哪里 我们去哪里 其实有时候我都拍的是很清楚 他们是很清楚的 你知道吗 他们知道这是假的 他们为什么还这样说 会冒冲中这个假的再假的 就是说平常是有问题的 但是他们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你现在 给他们一说 我们马上诊治 关两天的话 它就给你放出来 他就是做这种 你真的不来 那我去诊强 就这样 而且如果即便要这样 如果说要开始的话 那我可能会多学 没事 就这样 你自己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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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为了追求某种东西的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而所吸引 但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很短的 状态很窄的 很窄的状态 它其实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它是完全开放的 你去想它这个人的这个东西 只是它所有在中间表现出来的这个关系 我不是要说的信不信出 我不是要说的信不信出 你吃过的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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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过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继续 我怎么能写出来这样子 后来我又发现 他们跟我们的思维中一样 他们非常理解 我们理解不了 所以这个就这样你就不觉得是一个问题了 后来包括到现在 他生活中非常敏感 非常敏感 就是搞艺术人 很多人的要求很完美 对吧 可能你说透了一句话 或者一件事怎么样 他就会很敏感 后来你发现 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人 他才搞创业 他不是一个歌手 但是如果是歌手没有问题 懂吗 他不用去思考 但是他还有思考 这些东西 平时他会把手机锁起来 因为那个天天在手机上放 他什么都干不了 什么都干不了 谢谢 但是我是新疆呢 因为是什么 确实是喜欢那个地方 那时候买了一场热情 就像我今天那个 咱们江苏那个 哦对对对 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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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你可能会在这里碰到一个 比如说喜欢的女孩 还是干嘛 那种东西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会打开你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事情 就像我 来了这篇之后 其实我都想不到 很多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 有人说两个男的在一起 啊 后来就打开打 然后突然起来 当然两个人 啥事儿都有 就是刚起泡泡 震撼 那时候我二十多岁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个 什么人 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发现 他真的是一个 你都没有办法去 你都没有办法去 好像是去 预想 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 他要查老话 什么时候 不在这儿他就给你演出来 画画的让你看了一下 他有人发现 哦 原来还可以降 哦 原来这些胸怀还可以降 啊 慢慢 他对你的影响 就变得越来越 越来越深 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慢慢发现 你对新疆的理解 他这儿的一草一木 一个山坡 一个什么东西 你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它就密码就变了 它不是我们以前来了 就是我看到这个天空 这个天空 这个天空的蓝 或者这个什么的 不是吧 你当你一旦有了这样的 一个田野的影响座 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就看完全没有 就是那个专家提到我一个 传播文 是应该是吧 对 和金光军那个 一个东西大庙去开 对对对对 我和我弟弟还跑去 结果去两次上面 我也光 特别厉害 我非要去一次 是看成那个样子 对 对 那个他说是因为我当初 发新做那张东西的时候 新疆 我不知道跟他还有缘分 两百多公里了 我就 有时候上午开车去 把我睡在那里坐着 然后我下午就开车去 就这样 就因为他就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我有点责任了 或者怎么怎么样 因为那就是我妈弄了 其实我是前世 我信这个人 我以前是真不信这个人 我包括现在来看这个 我觉得它是一种 就是佛法它是一个方法 它其实是一套程序 一套中东方的程序 他看在世路的很多很多东西 你在西方哲学里面 西哲里面都找到 而且北京 北大的哲学学里面 他就有专门这个 关于东方的哲学里面 就是 都是关于这个 什么禅宗啊 佛教等等 它其实是一个方法 那么说 所以有时候 很多人会来觉得说 他这个东西 怎么怎么要 要你拿来做 做活功德 这没有必要 不要紧的 他就是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很多问题 如果你自己有什么问题 而你想这个 所以那个时候 经商应该 它更是一种 它所谓的就是 开智慧的 那其实就等于是一本 一本那种 类似于像说是 怎么样来解决你的这个新的 一个教科书 一样 一个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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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 你 感谢观看